徒步爬山或者水上钓鱼 发现很多亚洲人来美国之后 就喜欢干这两件事情 而且特别喜欢在网上做做攻略 就自己去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失踪了一个礼拜的加州华人女大学生 终于被找到了 有人用无人机发现了身体 现在怀疑是爬山的时候 突然天气变化导致了惨剧发生 我仔细观察过很多类似案件 我发现这也许是东亚教育的缺失 只知道学习,不知道玩 更不知道怎么安全地玩 美国白人玩了很多看似危险的游戏 其实事先都做好很多准备 这次青春女大学生居然一个人 在下午两点钟爬雪山 单身,女性,暴风雪,山林 第一次去 这美丽的青春女大学生 真的是把能踩的坑全部踩了一遍 别摔了 我已经在拍了 你这个疯子 对,对,对,对 在满城上 当天是十分之一 Woohoo!